Hello大家好,我是小楠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7.7冲动消费 冲动购物 并且以遗憾告终的一个猫龙 事件是这样的 他买了一个猫龙 那种三层的挺高的 然后他细事淡淡的跟我说那边可以养兔子 嗯?养兔子?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假如我没有买那个猫龙 我想想就不会有那么多兔子尿啊 本着废物利用的想法呢 我们把它装修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网片有点稀疏 不过经过初步的测试 它是钻不出去的 而且也卡不住它的头 后续如果发现问题呢 就再用那种密一点的铁网加固一遍 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请出大灰耗子 我翻评论区的时候 发现有同学不知道为啥 我要叫一束花枝大灰耗子 事实上这就是我给它取的名字 大名大灰耗子 小名大灰耗子 这个解释你们应该满意了吧 满意的在屏幕上扣衣 不满意的扣扣耳朵就满意了 他现在正在非常好奇的进行龙内探索 这是什么地方呢 这也太宽敞了 我还是喜欢老家的侠水道 这个篮子 这个篮子躺上去也太舒服了 这个篮子 这个篮子自带也有按摩功能 不过是精神上的 它让我充满了知性人的荣耀 你戏也太多了吧 即便我的石盘里有如此多的食材和山珍海味 我依然选择了最朴实无华的玉米 粗茶淡饭 品味熟生 有钱熟的生活 就是这么简单 乏味且枯燥 时候不早了 爱情贵安吧 怎么 还非要正亲你一口才肯回家吗 哼 小淘气 我们来感受一下 大家会耗子在这个猫笼里生活的怎么样 嘿爷们儿 起床了 天亮了 嘿 起床 起床 莫 阿 老 子 你既然知道现在天亮了 那你知不知道老鼠是夜行动物呢 你是花枝 记得吗 你是花枝 别人家的花枝都能随着主人的作息来调整自己的生物中 你怎么不行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不听不听我没睡醒 你不起是吧 你不起别怪我下狠手了啊 你耗吧 你是叫不醒 一直睁着眼睛装睡的小老鼠的 你再多好两下 我的亲妈粉就一定会在大墓里谴责你 我帮你把脑子里浸的水晃一晃啊 你个大耗子还亲妈粉 给我逗乐了 人家只是长得灰了一点嘛 干嘛天天说人家四海 说人家有鼠疫 人家是花枝鼠啦 和老鼠的区别就有狗和狼的区别那么大 你们怎么不指着一条二哈 说那是一条土狼呢 啊 我真的要被你们这些人类蠢哭了 换个地儿睡魂龙觉 不要打扰我 不然上吊自杀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投币收藏点赞 我是总男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